你問我知不知道我自己在這裡做什麼 我只是知道如果我想做就做得 今時今日還有誰說道德 就算第一次不成功 So what 為什麼自卑幹嘛要後悔 Yeah yeah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認失敗 拜託不是三歲小孩 太多人想看我的小孩 把我口口聲聲的說到頭來 結果還是一場口 誰說我不能自己來 成功用雙手撿起來 掌握好的機會不做 這是我的秀又幹嘛不做 為什麼自卑幹嘛要後悔 Yeah yeah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認失敗 我不會流淚 沒時間後悔 Yeah yeah 你想再多挫折我也得站起來 跟你說得浪費我真的沒覺得閒 等我好消息到時你沒得談 不必留得太多浪費時間 就算有困難都向前走 繼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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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有困難都向前走 走 張先生 我是負責這件案子的CID 你可以叫我做輝sir 麻煩你說說當時我的法經過 好, 前小姐 請你趕上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個男人是我的客戀 戀骨那隻 每個人都叫他抱皇章 那個搭桿他前心心都喪 他無緣無故撞破我的頭 這個事我一定控告他 他初初上來光顧的時候 挺斯文的, 像個人一樣 這樣吧, 之後我跟他做了朋友 出過幾次街 今天我約他來我家坐 但是媽媽進門後沒多久 他就開始優手動 我說不好 他不聽, 他還要禁我下梳化 根據現場軍裝警員初步的口供 女事主說你想強等他, 他要告你 你無緣無故為何帶個男人回家 我一直都當他是朋友 打算約他來家喝杯茶 看看有沒有機會交往 我怎麼知道他想錯旁邊 之前我們見到你上其他男人車 又收人禮物, 又說去九龍堂 你也似乎很多這種朋友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這個特軍杯都離譜了 我是想他 但是我打算特軍杯 隨便給他一點錢很容易搞定 他喜歡你扮上菜, 調高離埋 就打算陪他玩玩 當然了, 我送了很多東西給他 今天這麼好死 叫我去他家喝東西 我就打算得起 誰知閉門一腳的時候 他才跟我說錢 你知道是男人, 興奮奮奮奮 我打算做完再說 就說吧 阿丁, 你當時是不是在現場 目擊事件經過? 屋裡我看不到, 我只看到屋外 那你為什麼會去錢心心家? 我在涼茶店喝涼茶 看到浦王章買了禮物送給錢心心 錢心心就招呼浦王章去他家坐 我心裡想 他們將會發生一段很不尋常的關係 錢心心有那些病 我就打算去他家勸勸他 叫他不要把這個病傳染給人 什麼病?我沒有病 我中見香港你的死排骨精 為什麼你無論如何說他有病 坐下來… 你真的認為錢心心在家裡摺著嗎 你們倆在搞什麼? 現在是我差點被人強姦 為什麼你們說得我 像那些五三五四的女人一樣 你們有沒有搞錯? 浦王章在醫院說是你主動繞他 還要顧你傷人 你倆說的也不同 我們警察一定要查清楚整件事 不會聽一面之詞 他還要惡人才告狀 真假 爹, 在屋外你不是看見錢心心 追打浦王章嗎? 是 你認為當時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談不妥 所以吵起來 那就是一宗屠色糾紛 在那個時候來推斷 這個推斷是合和緒的 搞成這樣又何必呢? 現在終於出事了 一個女孩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 出賣肉體已經不對了 現在還要打人 我早就叫你去看醫生 打針有多難 你又不聽, 你還不停換話 這麼濫交, 很不負責任 你才有病? 你哪隻眼睛看見我濫交? 如果你再亂說話 信不信拿個狗屎塞住你的嘴巴? 我知道你怎麼看我們這些新疑問 只要口音不正就是不孤 不孤就是雞 是吧?我們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出賣 你根本真是九眼看人低 我哪有 我也認識很多鳳姐的朋友 我也沒有這樣看他們 不過我看到你有那種病 我想勸勸你而已 我不管你怎麼看我 我在裡面說的話全部都是真的 我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你想人, 你相信你 為什麼不好解釋? 打人 打人 Jenny, 我決定放棄Brian的撫養權 有什麼條件? 醫生證實我患了血癌 情況不太樂觀 你說真的? 醫生建議我 要是找到適合的骨髓移植 要是用自己親生兒子的磁帶血 才會有希望 所以我和Bubbo商量過 我決定放棄Brian的撫養權 換她的磁帶血 你有絕症 第一個通知的不是你老婆 而是另一個女人 我每次有事的時候 你試過在我身邊嗎? 對不起, 我不會答應你的 師姐, 人命關天 對了, Jenny 不如你先考慮一下 我真的想不到 你會放棄兒子的撫養權 來做交換條件 你當這個兒子是什麼? 交換工具? 師姐 這個時候不要以惡用事 他患的是絕症 你考慮清楚再決定吧 你和我都是律師 我是大家說話出來 每一句都是經過心思熟悉 那不如讓Brian考慮吧 他是他的親生兒子 我想他都很願意 拿些磁帶血來救他爸爸 Brian未成年 他的考慮都要經過我和他 我丈夫在感情上背叛了我 令我兒子沒有一個原者的家庭 他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 他沒有資格叫我或者我兒子去幫他 好 Janny 我們大家都很明白你的心情 但這個時候 誰對誰錯也好 是不是應該先放下救了人 不用再說了 這件事沒我相信 幾位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們 小姐 他兒子出生時 把磁帶血存放在你們公司 現在想拿磁帶血來用一下 不知道有什麼手續 好 先生, 麻煩你給你兒子的名字 我先幫你檢查資料 他叫Brian Schoung, S-H-E-U-N-G 麻煩你等等 先生, 請問這位是你太太嗎 不是 請問你太太有沒有一起來 沒有 但是根據紀錄 因為當天在儲存磁帶血的合約上 簽名的只有你太太一位 所以一定要有你太太的簽名 才能動容你兒子的磁帶血 但是她是親生爸爸 但是合約是這樣規定 我們也一定要遵守 而且原來你太太剛才打電話來 說如果沒有她授權 任何人都不能動用她兒子的磁帶血 為什麼我沒權用兒子的磁帶血 我是她親生爸爸 我太太一個生得他嗎? 怎麼會這麼絕情 阿威, 這件事可不可以在法庭解決 你冷靜一點 我們現在真的沒什麼可以做到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控告她嗎? 最多打官司 上法庭看官官怎麼判 就算了 儲存磁帶血是屬於商業行為 客人和公司之間簽的是商業合約 完全是私人協定的 就算入品, 法庭也未必會受理 這條是我唯一的生路 你怎麼會這樣弄死我?走吧 上山…不要走 上山 什麼?老師 不好意思, 你不能帶Brian走 我是他爸爸 我接他放學有問題嗎? 本來是 不過Brian的媽媽和學校交代過 除了他或他的同意外 其他人都不能接著Brian 又是他 我請你告訴他 告訴我, 我是Brian的爸爸 我接他放學是沒有人有權阻止我 上山, 你這樣做很難和上太太交代 上山 Brian 你帶Brian去哪裡?你開門 停車 Brian… Brian Brian, 他們不在 Brian, 他們不在 他們真的不在 Brian Jany, 他們真的不在 他帶了Brian去哪裡? Brian Simon只是想要多點時間陪兒子 你讓他們見面吧, 麻煩你 你也知道Simon有病 他沒什麼時間了 他只是想把握機會 和兒子一起去他最喜歡的地方 他只是想把握別的地方 你今天好不開心? 開心 Brian, 你以後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因為爸爸未必可以經常在你身邊 你記得要聽媽媽的話 爸爸, 你為何不可以照顧我? 有些事我不知道要怎麼告訴你 就等於爸爸媽媽和你為何不可以一起住 我想你長大的時候就會漂亮 我長大之後就可以照顧你 Brian, 你真乖 但你好像有點不開心 我做的事可不可以令你開心一點? 你就是為了我, 甚麼都可以做 是, 我想令你開心 那為何才能令你開心一點? 其實只要你健康成長, 爸爸就會很開心 爸爸, 你喜歡笑的 阿倫, 阿倫 你怎能說不出帶走我兒子的? 你到底想怎樣? 我是他爸爸來的 我帶他來沙灘玩, 有甚麼問題? 對不起, 兒子是我的 我是他監護人 未經我同意下, 沒人可以拿走他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話, 我一定會報警 長官司還沒判, 我是他爸爸 我絕對有權可以見他 你如果把Brian藏起來不讓我見他 我也一樣可以報警 好, 你去報警吧 看看警察最後相信誰 我應該去報警 怎麼有 我想拿幾罐罐人給男孩子 隨便吧 又有什麼事? 我想借筆 謝謝 你這次又想借什麼? 我不是想借東西 可以站起來嗎?我想拿個檔案 你是看花腦嗎? 你有什麼企圖? 我會有什麼企圖? 你會有什麼企圖? 你的企圖就是想借醫療我說話 讓我坐下來 其實只要有人認下 說自己坐下,我就坐下他 你還說話吧? 我不對,我不穿 你大人有大量,別怪我 慢著 慢著 剛才我出出入入,你也不抱我 你還好氣地跟我說話 好像是有人想哄我多一點 多百不狂人,老爸 死都被你咬回頭 失禮了 我們兩個這麼心明氣和 坐在這裡有什麼用 要人家兩夫妻都心明氣和才行 如果你跟我到現在都不冷靜 整件事還無法解決 我們分別代表他們兩個 當然要保持冷靜 不過想到明天 他們要繼續為爭虎人權上庭 看來就要開戰 你知道就好了 起來吧,我還要工作,起來 我們更加要尷尬一個很平靜的時刻 來…我們要打拳球 又打拳球? 那就打拳球吧 又開拳球 法官閣下,我代表我當事人偉珍你 請求法庭在心理他兒子的撫養權之前 批出禁制令 禁止尚智山先生再見他的兒子 反對 法官閣下,我當事人是Brian的爸爸 在從未算盤撫養權歸誰之前 他是絕對有權見他的兒子 就算偉女士是媽媽,也無權禁止 在法律上,未有撫養權的裁令之前 尚先生作為父親 是隨時有權可以接觸Brian的 我必須強調 我當事人既沒有不正常的行為 會危害Brian 也沒有做過任何有違父親身分的事 所以是沒理由禁制他接觸Brian 偉女士,你有什麼理據申請禁制令? 我當事人找到證據 指尚先生極有可能對他的兒子 作出人身傷害 我方已經將證物呈堂 這份資料是內地醫院檢驗和抽骨碎的資料 還有一份補充資料 說明在小朋友身上抽骨碎的有關事項 這份資料是在尚先生的家裡找到 上面還有上山的筆跡 寫下預約醫院診斷的時間 是九月五日,也就是兩天之後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上山因為身懷絕症 急於找到合適的人選做骨碎移植 於是就打自己兒子的主意 上山你真是很自私 你明知道香港法律 是不能讓小時候十八歲的人捐骨碎 你是打算帶Brian回內地做手術 你為了自己保住這條命 連兒子的安危也不管 幸好我發現得早,Brian才沒事 我一定要申請禁制令 我不會再讓你碰兒子的 法官閣下,我是有想過 帶Brian上去大陸那裡做骨碎移植手術 但為什麼我會這麼想? 是因為我曾經懇求過我太太 叫他給Brian的持帶血來救我 但他一口拒絕我,當時我沒有希望 也覺得很絕望 所以唯有找Brian,沒有這個險 但是那天我和Brian在海邊聊天的時候 Brian跟我說,他說只要我開心 什麼都可以為我做 那一刻,我想通了 其實我能否救回自己的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Brian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從那時候開始 我便打燒了叫Brian移植骨髓的念頭 我也很後悔我曾經有這樣的想法 你是因為被我揭發了 你才作出這樣的解釋 法官閣下,既然上志山城仍曾經想過 對兒子做出不利的行為 為了保障Brian的安全著想 我懇請法官閣下批出禁制令 法官閣下,我當事人身患重病 Brian是他的精神支柱 如果見不到兒子 對他是非常大的打擊 不利他的健康 願意請法官閣下慎重考慮 尚生他身患重病 如果我不讓他記起自己的兒子 他似乎太不近人情 但基於尚生請意圖對兒子不利 雖然他自己已經表示後悔 但未免嫌疑 本席決定,在扶養權未有判決之前 尚生必須在一位女士的座場情況之下 才可以接觸Brian Jerry,什麼事? 代表演員之後 我不會再做你的代表律師 為什麼? 雖然尚生對你不忠在先 你要離婚也無可厚非 但尚生他現在有絕症 隨時都會沒命 他之前多對你不住也好 你有多討厭他也好 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下呢? 你覺得我對他很狠心絕情? 不是你不肯讓兒子的磁帶血去救尚生 尚生也不會想帶Brian去捐骨髓 他只是迫不得已 總之我有我的理由 但陳冠說得對 即使尚生有想過帶Brian去冒險 但他最終也打燒了這個店頭 其實尚生也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 可以跟兒子相處多一點 威姐, 為什麼你要出禁制令? 我還是說一句 我要保護Brian 對不起, Jenny 我真的沒辦法認同你了 我真的不可以再幫你打這場公事 大家都可以帶狀 我想離境的事你懂得處理 再見 阿鳳,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鬼鬼, 最近這麼多一流一被人打劫 我也害怕 所以我聽心心說 過來你邊學邊做腳底按摩 那心心呢? 他不在, 你找他嗎? 他不在還對, 我有些事想問你 有什麼問? 你知不知道深深香港有什麼家人? 還有, 為什麼他這麼拼命賺錢? 坦白說, 我們跟他不是熟得那麼厲害 聽他說, 香港也有一個親人 應該沒有家人要養的 他是不是很喜歡買名牌? 名牌?A4也捨不得買 他平時穿的那些 全部都在出口店買的 有時候客人送給禮物 轉手就賣給姐妹妹 他是不是很喜歡烹飪? 所以把錢都拚掉了? 他喝茶也牙痛的腥 你記不記得上次我們打火鍋的時候 一顆魚蛋也跟我們計算 有時候看他吃個包就當一頓 很省慣 不管他胃什麼也好 賺錢也要顧好身體才行 你勸一下他 做得這一行有些職業道德才行 萬一把病傳開給人就不好了 什麼病?深深他有病嗎?你別嚇我 他有那種病 你跟他說只吃龜苓糕不行的 我們要看醫生才行 皮膚敏感很小事 我們打算不用看醫生 吃龜苓糕去熱毒就行了 皮膚敏感?他說弄得又紅又癢 陪老闆弄得病又犯法 我還以為是那種病 錯了,如果他真的有性病 怎會只吃龜苓糕就行了? 你真的當作人家嗎? 我還以為我想多了 我還以為是想多了 我還以為是想多了 三、三、四的女人這樣 婆婆, 你沒事吧? 已經受傷了, 我陪你去看醫生 婆婆, 不要擔心 皮外傷過兩天就沒事了 謝謝你 別客氣 我也要麻煩你, 你帶我來看醫生 你叫阿爹吧? 是呀, 婆婆, 你又叫什麼名字? 人人叫我堅婆婆 堅婆婆?對了, 你怎麼會在街上睡著 我想去探望老朋友 怎麼走到半老就很睏 想在欄杆那裡躺一會兒, 欺負一會兒 幾乎欺負出事 當時都是這樣麻煩人家 這次就麻煩你 難道時常要我找到家裡嗎? 她好像突然間睡得這麼簡單 婆婆, 你知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試過這樣 有, 我試過幾次了 買買菜又欺負著眼 喝茶又欺負著眼 當然了, 在家裡也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醫生或做過檢查? 有, 醫生說這叫渴瑞症 總之有了這個病就很麻煩 婆婆, 你知不知道你有了這個病多久? 兩年了, 以前我是到處去的 又去老人中心學英文 又去行山游泳 晚上有些老朋友寄去看大戲 總之有很多節目 現在哪一處都不用去 你經常困住自己的家也不是辦法 連買菜也去不了 這樣容穩而變成隱蔽婆婆? 沒法子了 有幾次我比剛才驚險 剛才我現在也不敢出門口 你的家人呢?他們不看著你嗎? 我有個孫女, 她很乖, 很孝順 在家裡家頭世母, 她全都做了 不用我動手, 時時帶我去看醫生 她說想治好我的病 她就要掛著她賺錢 不可以整天留在家裡看著我 我的孫女又漂亮又聰明 本來有很多青春, 大好前途 就是為了我這個病 她要拚命賺錢, 沒了自己的時間 不過現在也很少年輕人這麼孝順 婆婆, 你有這樣的孫女 是你的福氣 我不說了, 不然我孫女打電話回來 不見到我, 她很害怕, 嚇死她 你一個人回家可以嗎? 我送她回去就行了 謝謝你, 爹 我謝謝你, 媽媽 謝謝, 再見 小心 謝謝老闆, 記得多點來找我 好… 再見… 預約好賺錢, 賺不少了 我只是說鄉下的大盜人要養 你賺這麼多為什麼? 不賺錢, 人生還有什麼目標? 好, 人生還有什麼目標? 我還在說電話 定時定後打電話給人, 是誰? 我Honey 你兒子不接你的電話, 廢他吧 不是男朋友, 我麻麻 怎麼還不接電話? 糟了, 我是不是出事了? 糟了, 我先回去看看他 你待會兒還有個客人 經常給好貼士給你的陳先生 行了…去幫我照顧他 堅婆婆, 你是住在這裡嗎? 你在那裡而已 這麼巧?你住在多少樓? 一樓 一樓? 是呀, 我住在A座, 你認識別人嗎? 那錢芯芯是你誰? 她就是我的孫女 原來她就是你說又乖又孝順的孫女 媽, 你…你去街上怎麼不跟我說 我去回家, 沒人聽, 擔心死我了 你受傷了, 有沒有自有X光? 我跟弟弟是醫生 不用, 我看了醫生 多虧阿丁, 他是好好的人事 為什麼是你? 為什麼不可以是我? 你倆真的認識嗎?那豈不是好嗎? 我們是認識的, 但不太熟 就算你扶媽回來, 我也不會謝謝你 雖然我不介意 但你有沒有覺得你很沒禮貌? 對是非不分, 未知前因後果 就是在亂說話的人 我覺得不需要對她有禮貌 我沒有生安白做 我只不過有把我硬件的事 告訴警察 警察?阿森, 你犯了嗎? 怎麼說警察? 媽媽, 沒事的, 小事而已 我媽媽什麼都不知道, 你別嚇壞她 只要你不簽個份口供 我真的感激你了 我只可以答應你 我不告訴警察 至於那個份口供我簽不簽 我自己會決定 媽媽, 我們先回家吧 媽媽, 我背你上去 不用, 只是一樓 你受傷了, 你別亂動 好, 來, 上來 你這麼欣賞, 哪有救你什麼兼婆婆 兼婆婆, 我背你, 來 不用你這麼好心 我自己懂得照過阿馬 你一會兒兩個一起滾下來 不是更大件事嗎? 來吧, 我幫你, 我幫你 來, 兼婆婆, 來… 兼婆婆, 麻煩你了 一、二、三, 好 辛苦你了 來吧, 怕什麼? 扶著她拿鶴鐵, 對了 媽媽, 吃飯了 你不用吃嗎? 吃了 媽媽, 這個是花膠燉雞之寶的 你自己也多喝一碗 我不喝了, 我剛才吃飽了 你多喝一點 把妹妹給阿丁 不用, 是的, 兼婆婆 我跟你聊聊天就行了 兼婆婆, 你也挺能吃的 到了我這個年紀, 還能吃幾多年 心啊, 媽媽不用你養很久了 媽媽, 不准你這樣說 誰做孫子那麼不希望自己媽媽長命八歲 你這麼吃得, 我很開心 不過呢, 下次下街之前 一定要打個電話跟我說聲, 知道嗎? 好啊, 今天是阿安仔的媽媽生日 我打算下去買一盒皮蛋酥給她 二十多年街坊了, 表示心意 這次算你了 那倒是 整天安靜著兼婆婆在家裡 真的不是辦法 有空外出走也好一點 誰說我找我媽媽媽在家? 阿鳳 阿鳳, 陳先生還沒離開嗎? 你幫我留著她, 我馬上過來 媽媽, 你待會把碗放在廚房就行了 回來洗吧 好, 你自己小心點 再見 寶貝, 你的孫女經常這樣撲來撲去嗎? 沒辦法, 她想賺多個錢嘛 你知道, 做按摩的 一收到電話就馬上要走 要不然怎樣留著客人呢? 不過以她的樣子呢, 中環到尖沙咀 也有很多人請 不用說, 我的孫女為了要照顧我 所以留在深水埗而已 這一區的價錢又不收得貴 應該想賺多個錢就要貧貧婆婆婆 你不要介意我直 我覺得你孫女很恨錢 是呀, 她是恨錢 不過她不是為了自己, 她是為了我 她想儲個錢, 給我一個首期 就買一層有升降機的單位給我住 不用我撐上撐下這麼辛苦 她真的這麼孝順? 是的, 她從來都是省自己 她沒有省我 你看, 我說那些床鋪不夠軟熟 睡了心癢 她買過那些什麼印度棉 四百針織那些, 你有看新聞嗎? 最近新聞說那些上了花 上了柚的花碗會有毒 她換過這些骨池的碗給我用 她自己用膠碗而已 其實有個這麼好的孫女 我寄生收到 謝謝 想不到那個錢心心這麼貪錢 原來是為了她媽媽生活, 過得好一點 這樣看法, 她真的不像一些不正經的女生 你有多了解人 你說見到她幾歲了 跟不同男人出出入入的 做這行, 你怎麼知道她正不正經? 她這麼結身自愛 做得那一行也未必會做過的事 真正結身自愛, 也有感人故事 不是一樣嗎? 你說什麼?這麼多嗎? 這頓是你的 晶晶的為人是怎樣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她永遠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說是我壞, 這頓是我的 吃完我分飲也行, 我沒事 龍仔, 剪好東西吃就吃吧 拿了這些智慧的, 行 那我發辦吧 先吃完桌面的那些吧 用來擺也好 來吧 怎麼這麼多? 阿丁, 有好東西給他 我專門買了一盒豉油碟 是嗎? 豉油碟? 小孩子而知, 豉油是什麼味道? 鹹味 就是了 豉油碟 爹, 我知道剛才說錯話 我專門來扶貼請罪 我也沒見人拿這些事來請罪 韓人老狗發洩了就沒事了 那倒是 爹… 爹, 出來看點吧 日韓美二澳, 任你選, 出來 我在看那套法國的 法國的金慧術, 我那些很激 刺激那些雞留在房間看的 免得大家對著尷尬嘛 又是 別想的 給我, 贏家 給我, 輕聲 這樣我還有一隻 你不要想念我 不要想念我 我… 我真的很想念你 我真的很想念你 我也是 我真的想念你 法式田螺、黑松露天使麵、煎鞋餅和蘿蜜蜜 都是你最喜歡的 我還帶了一瓶好東西來 替你慢慢喝 乾杯 最近我經常看著教中心的事 雖然沒時間來探望你 但我再也會掛絕 不過 清清,你有沒有發覺最近多了很多普攻營 為甚麼以前不覺得 錢深深? 小心點,讓我來幫你了 在這裡搞什麼? 收拾好些東西 不要被垃圾擋住,蒲公英 你不收就別硬來,讓我來幫你了 好嗎? 蒲公英已經被垃圾炸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先夾手夾腳 把垃圾拋在一旁 你救了你的蒲公英 我們稍後再丟垃圾,好嗎? 好吧 你不是很緊張蒲公英嗎? 已經很少了,你還摘下來嗎? 幫他播種,你也幫忙吧 我記得小時候 四位都是蒲公英 不過現在已經買少見少了 就是了,難得這裡有蒲公英 人們還把垃圾放在這裡 我剛才還以為這塊地裡有份的 當然不是了,我那天走過 看到有蒲公英 就幫他們播種了 你這麼緊張蒲公英 他對你是不是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你不明白了 蒲公英對我的生命來說 很重要的 你看! 好漂亮! 好累喔 星星 我不在妳身邊的時候 妳就想像我是那些蒲公英 無論她的飄去飄到哪 她還是會扎根在妳身邊 永遠守護著妳 來 我們來嘗嘗看 嗯 哇 這個白葡萄酒好甜啊 大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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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妳永遠在一起 永遠 愛著妳 守護著妳 但是 對不起 我要先走 姨夫 我不求妳離開我 妳不可以離開我 記住 我找到了 守慾 妳自己的心 不要打願意 只要妳不離開我 我怎麼都打願意 大秤走的時候 就像蒲公英那樣 說飄走就飄走 但是她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就很重很重 難怪你對蒲公英有一份特別的感覺 原來妳有一段這麼深刻 這麼難忘的往事 你問我知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只知道如果我想做就做得 今時今日還有誰說道德 就算第一次不成功 所以 為什麼我自卑 幹嘛要後悔 耶耶 就算再多挫折 我都不認識白 拜託 不是三歲小孩 太多能想看我的手 把我口口聲聲地說到頭來 結果還是一場口 誰說我不能自己來 成功用雙手劍起來 掌握好的機會不做 這是我的秀優 幹嘛不做 為什麼自卑 幹嘛要後悔 耶耶 就算再多挫折 我都不認識白 我不會流淚 沒時間後悔 耶耶